我們要問蘇貞昌你到底在幹什麼 事實上我剛才所說的 44個任務編組裡面 並不是所有會議都需要蘇貞昌召集 44個裡面事實上只有17個 在相關的設置要點跟法規裡面規定 是由行政院長蘇貞昌來召集或主持 就17個你竟然有10個沒開 難道在疫情期間除了找人一起開會以外 我們不能用視訊會議來召開嗎 這是什麼邏輯 蘇貞昌院長過去標榜自己衝衝衝 結果現在是什麼 藍藍藍 那如果蘇貞昌不懂得自我檢討 監察院陳菊院長不要睡著了 陳菊院長請你好好的監督行政院 發生這麼重大的一個失職的情況 而且也爆發這麼重大的治安事件 監察院不要讓自己的權力睡著了 請監察院也立案調查 就是這次行政院發生這麼嚴重的疏失 從行政院到台南市政府都應該徹底的查一查 讓國內的治安可以回到正軌 從行政院到台南市政府都應該會有限的 從行政院到台南市政府都應該把這次提醒